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 前立委雷倩倩姐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前立委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大家好平安 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汪吕中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金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首先来带您关心的是美国其中选举 即将在11月8号要举办了 剩下不到两个礼拜了 先前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特别为大家介绍过 参众两月的选举制度 那么在众议院的选战当中呢 共和党这次只要比上一届的选举多取得五席 就能够占有多数 在参议院的部分呢则只要多拿下一席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会整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目前共和党在全美国领先民主党 两到三个百分点 因此分析说这样微服的民调差距 反映在大选上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 第一种当然就是呢 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会保持些微的多数席次 而另一种呢则是共和党彻底的击败民主党 我们今天先特别请来这个 从美国刚回来的温宇宗教授 汪老师您在美国当地的了解 先提出您的看法 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 是目前如果从民调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在参议院的部分呢 共和党的机会好像小一点点 民主党好像可以保住他现在的50对50 加上贺锦丽那一票的51席 关键的这些摇摆州呢 目前民主党稍微领先一些些 不过整的大局 主要民主党可以稍微维持稳定的原因 是因为民主党只选14席啊 这次的35席当中 民主党只要守14席 共和党要守21席 所以看起来的民主党在参议院大概是可以守住 勉强的守住 可是在众院的部分恐怕难度就很高了 共和党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的共和党拿下一个院的话 事实上拜登总统的接下来这两年 其实就已经蛮辛苦 因为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 其实国会就已经变成一个强国会 如果我们看的话 可以看到现在是美国国会很强 总统稍微弱一些 总统虽然是来自于立法机构 可是总统现在看起来 他的过去这种可能对立法很熟悉 好像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成为总统之后呢 反而这变成他的一种弱势了 因为大家都跟他觉得很熟 都可以跟他谈判 现在是拜登总统面临一个挑战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次其中选举之后 只要有一个院 是落入了共和党的手中 事实上总统就会遇到蛮多的麻烦 不过现在看就是说 众议院的话 目前共和党的胜算还是蛮大的 众议院共和党的胜算确实是蛮大的 如果预照这个 按照美国民调的分析呢 大概共和党八成可以拿下众议院 那参议院的部分呢 其实共和党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其实现在剩下最后两三个 大概只剩两个礼拜 不到两多的时间 事实上双方在攻防当中 蛮多蛮激烈的攻防 但是关键是 民主党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的把经济的议题 把它翻转过来 经济的问题现在在美国 刚刚回来 我可以跟大家说 美国在通货膨胀 问题确实是民生 民生必须关心的问题 那当然要责怪 要怪谁呢 当然是怪现在执政党 对 不过经济议题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关注 深入来讨论 因为美国民众 其实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荷包 生活生气的问题 进一步请教倩姐 因为刚才翁P有提到了 我都叫翁P 因为在网路上面 其实大家也常常看到 翁P的节目 好 美国其中两党 这个势力的范围 刚才翁P有特别提到 参议院跟众议院 现在众议院呢 共和党的迎面确实是蛮大的 不过参议院这边就很难讲了 总共100席当中 这次改选35席 当然民主党14席 共和党是21席 我想请教倩姐的是 民主跟共和两党 目前他们各自 在这个选战当中 现在的迎面 或者至少保持了优势 您怎么观察 迎面的部分 刚才其实翁P 已经讲了一个大概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观察的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 应该是第一次 川普拜登后的第二局 那在这一段过程中呢 两党的领袖 事实上极端的煽动 美国的选民 成为更为分裂 更为对立 更为仇恨的选民结构 那这个是我们长期观察 美国政治很少见到的 以前不管怎么样 都还有一种 可能的对话空间 现在是完全 两边是在 两个不同的同温层 那么这样的选民结构 时常会落入我们说的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的一种陷阱 台湾的观众朋友就特别熟悉了 我们至少有三种问题 会选买票 仇恨动员 诈述选举 和 现在有的 在美国新产生的叫做拒不承认 你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选举里面 这些东西都出现 它的买票的部分是政策的买票 所以两党都开了很多的政策 它的仇恨动员 这次是 前所未见 而且在社群媒体里面是 极为高涨 高涨到甚至对人身有攻击 剑姐 我插句话 请教一下 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 昨天了 这个Pelosi的老公 就是他先生在他们自家的住宅 遭到攻击 而且现在听说这个伤还蛮严重的 这件事情会不会激化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 它对于选情的影响 它 听说是很严重 但是没有任何的真正的画面 所以它可以在一般的人认为 对一边来说是仇恨动员 另外一边可能认为它是诈述操作 所以它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四大民粹选举的弊病中间 会选买票仇恨动员诈述选举 跟拒不认账的下一局 因为拒不认输是国会山庄事件 一直到现在 民主跟共和两党去动员 它各自选民结构中间最好的 一边说我们要彻查到底 一边说不要再查了 你这完全就是政治破坏 还是猎屋 甚至在海湖庄园的搜查 都是变成两个政党 一边在捍卫川普 一边在抵抗拜登的 这些政策的时候的一个 动员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的选举 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它就非常的激化 非常的对立 我们固然可以用 最后的选票的结果来看 但是它的过程中间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 本来每次的选举 大家都说笨蛋问题在经济 尤其是总统选举 但这一次是其中选举 那其中选举呢 地方性的议题比较多 按照过去的民调来看 它最大的四个议题 还是一样的 经济第一 健保健康 因为有COVID是第二 再来呢就是最近新起来的 abortion 痘胎事件 跟gun control 强制管制 所以它这个顺序在一般来说 哪些议题对你来讲重要 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在看选举操作的时候 看十根式 你有看这些东西议题 不只是它重要不重要 还有它的强度 和它最后会不会影响选票 这次用纽约州来看的话 非常清楚 什么东西会挪动选票 abortion 议题会影响选票 gun control 会影响选票 他们都是8或9个percent的人 认为是它最重要的议题 但是对这个8和9个percent来说 他们恰恰在中间选民 中间特别的多 所以两个政党 是用仇恨动员啦 诈述选举去抠回它的基本盘 但是中间选民 最在乎的这两个议题呢 我个人认为 虽然共和党看起来迎面很多 但是在比较所谓的先进州里面 这两个议题是民主党的强项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机会 您刚刚提到纽约州 我进一步请教贵员 就是说纽约州在今年5月 他们特别做了这个选区的规划 当然也有人说 就有利于共和党 在民主党一直以来占优势的选区 可以得到突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我等一下请教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刚刚说 纽约时报其实特别提到了 他们认为主要的竞争会出现在 这个关键的摇摆选区 比如说像会投票给 这共和党的拉丁裔社区 还有投给民主党的蓝领白人社区 或是固定支持政党的 像红州蓝州的郊区选民 这些摇摆选区的观察 这个纽约州是因为人口成长比较慢 所以就导致少了一席 少了一席选区就要重化 那重化有些地方 就导致民主党的大咖 碰上自己的大咖 然后摇摆区就是说有好几个郡 本来大概是三个摇摆郡 我想是纽约市 那现在就变成有八个摇摆郡 就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总体讲就对共和党有利嘛 那摇摆州的出现事实上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啦 比如说有时候是这个地方的黑人中产阶级变多了 那中产阶级黑人本来是应该要 非洲裔本来是亲民主党的嘛 那逐渐的就产生共和党的选拟 所以每一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 那反正那有时候是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事业嘛 比如说这个 川普他就去争取那个 宾州的 那本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区嘛 是 那因为他变成那个袖带嘛 那袖带就是产业外移嘛 然后他们就归咎到是中国造成的 那说服了某些人啊 那就从民主党游移到川普 所以这个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啦 所以总之就是这个台湾也是一样嘛 事实上民进党本来比较强的是北台湾耶 后来变成南台湾 这个就是一个选民的一个游移嘛 不像选区重划这个问题 我快速请教翁批啊 就是说您的理解是说 这样的选区重划 对于整个选局 最后的那个结果 跟原先所预期的会不会有影响 你觉得 其实选区重划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技巧的事情 因为Gerrymandering 如果大家学过这个字的话 事实上那个选区的图形会长得非常的奇怪 它重划的目的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刚刚其实倩姐跟刚刚这个阿样教授 其实都讲到的重点 就是说其实在每一个选区 因为美国很大 所以其实每个选区 它的选民结构完全的不一样 那如果选区的重划呢 可以针对这些选民想要的东西 刚刚倩姐讲到了几个重点 就是有一些选区的选民 可能拉丁一的 他可能重视的是经济 可能在某些地方 他很多的天主教徒 他很重视的堕胎问题 选区重划就有这个办法 就把这些人划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在这次的共和党 譬如说这次共和党在纽约州 我们可能会谈到 纽约州为什么共和党感觉起来 一直在主打的非经济议题打治安 因为纽约州确实治安出了很多状况 但是这也跟经济有关 如果经济不好 当然治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选区重划 真的就是会对美国的政情 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agenda setting就是说 这个议题设定很重要 尤其对于这个后面的结果 其实有时候会有关键性的连结 这次的其中选举呢 美国选民关注的议题 就我们讲的agenda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纽约时报在四个典型 刚刚提到摇摆选区做的民调显示 四个选区当中有三个 这次其实是更重视经济议题 而不是像是堕胎 枪支泛滥 涌枪自重这些社会议题 不过呢民主党的民调专家就指出说 参议院的选担当中呢民主党的候选人 把大概有41%的电视广告预算 都用在像是堕胎议题上面 而不是用来宣传民主党的经济政策 那是用错了吗 金哥怎么看 我想所有的经济议题 向来都是执政党的包袱 但是这个意识形态 关于堕胎的问题 就看你能不能挣脱 因为很可能报仇的对象 因为造成这个争议的 其实是大法官会议的 这个翻案的结果 而不是说国会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报仇报仇对象的话 不可能到了最后是空机票 假如说候选人能够适当的 去把它解说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选民结构有关系 那事实上针对这些意识形态的人 只有那种坚持就是原则 因为这个宗教的理由 或者说个人立场的社会接生的理由 他才会根据意识形态去投票 大部分的伸斗小民的话 还都是因为经济的议题 可是经济的议题之中对于民主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说在论述上比较好的利多 就是因为 确实因为疫情慢慢慢慢获得控制 然后开放 所以说假如能够说服选民说你给我耐心期待 这个慢慢慢慢经济应该开始逐步的好转 所以说这些现在经济的顿挫 其实是川普留下的问题 然后要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政治基本上就是论述能不能被选民所接受 那承如刚才这个无论是倩姐或者说是翁教授 或者说亮哥所讲的 通常到了最后啊你要选择哪些啊 就是最后的这个短兵相接的阶段 最后你要选择哪些议题去主打 你要看有哪个政治板块 可以利用这个积极主打的最后几天造成推移的现象 假如说原本这个胜负悬殊大势已去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只有那种关键的少数有可能因为特定的议题而造成推移 那个时候才最后有临门一角的状况 美国这次大选呢 同时改选35个州的州长 除了刚刚讲说参众两院之外 还有州长的选举 那其中呢我们刚才提到了 纽约州在10月25号 他们办了一场唯一的电视辩论会 在辩论当中呢 你看到这个现任的 现任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州长 他的这个议题呢 他是主打堕胎 那其中呢 他的对手 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叫李修顿 李兽顿 OK 他是主打纽约非常严重的犯罪问题 不过刚刚提到了 纽约的选民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经济议题 根据你的了解是这样吗 双方其实针对这个经济议题 好像都没有太多的琢磨 那除了纽约州这次算是关键州之外 其他哪些州的州长选举结果 也是您觉得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 我们先谈纽约州 事实上纽约州 我们台湾朋友认识到的纽约 大概就是纽约市 但是纽约州其实非常的大 我个人就住过纽约州 在纽约州翻成那么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纽约市的选民人口很多 但是纽约市非常集中是民主党比较蓝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民主党的州长 他会主打的是堕胎问题 主打的是这个州民很多 选票很多的地方 因为他的选民结构主要目标 他的这个TA就在纽约州 纽约市市区 可是在纽约州呢 如果你出了纽约市 你就会发现很有趣了 尤其是越往上州 事实上路上你看到都是川普的棋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人重视什么 这些人就是重视所谓的治安枪支问题 所以纽约州你把它分开来看 刚好就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州长代表的这个候选人 其实他代表的政党 他们锁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刚刚提到为什么说经济议题 好像大家很重视 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中间选民回答的时候 都说是经济问题 可是我们要知道 像其中选举投票率非常的低 按照美国历年的 这个其中选举的投票率 低可以低到百分之三十几 高大概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几 百分之四十几的这种低投票率 代表的是什么 只有自己的选民会出来投票 只有民主党会出来 共和党会出来 中间选民回答经济很重要的这些人 反而不出来 就是基本盘的会出来 基本盘会出来 所以既然是要选基本盘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民调的变化 共和党是不断的往上升 因为他抓住了基本盘 就有机会 只要民主党这些 民主党支持者觉得对政治失望 觉得我不想出来投票 我在家睡觉好了 那么共和党的机会就出现了 所以共和党会主打的就是 他们选民想要听的 那基本盘要出来 就像刚刚倩姐说的 这个堕胎是现在民主党 最重要最重要的基本盘 堕胎种族问题 能不能把它炒起来 如果能炒起来 那至少可以守住 那基本盘民主党 还是在纽约州比较多 尤其是纽约市的市民 如果通通都出来投票 那就是很可观的选民数 这也是比较无奈的 就是我们看到两级的政治 两级就只顾着这两级 中间选民一直在呼唤 经济很重要 但是在选举当中我们没有看到 很快的我们就说 在各州的州长 其实州长的选举 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说 最主要还是要看摇摆州 像是Michigan 像是Pansylvania 像是Wisconsin 这些州都本来就是 大选的摇摆州 现在等于是在大选之前 关键的年2022 接下来他们选完之后 民主或共和党 选上了这个州的州长 当然会影响2024年的总统布局 如果这些摇摆州 都被同一个政党拿下 对于这个政党 想要出来的这个总统来说 就会有优势 更何况现在的这个总统 潜在的这些候选人 如果按照大家的预期 又是川普对上拜登的 这个重新对决的话 那这个摇摆州 摇摆州花落谁家 当然就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了 了解现在其中选举 其实大家更看的是说 往前看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 那倩倩怎么看 翁毕刚刚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举 台湾以前常常 蓝绿就叫我们吹哨子回去 叫我们含泪投票 含恨 含血投票 最后就不投票 我常常提醒大家 选票有温度的 可以很热情的去投票 那是你的核心支持者 可以不能不热去投票 是你的边际支持者 到了在更旁边的时候 是不得已的支持者 最后就是不支持者 它的温度如果一直下降的话 它将来就会成为不支持者 那么现在什么议题最有热度呢 我们拿民调的结果来看 因为每次的民调都会 大部分排都是经济 教育 健康都是排在前面 可是真正当你去问下一个问题 当你投票的时候 什么会是你的top of mind 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决策因素 或者是说你会 因为这个而改变你的决定的 那这些问题台湾很少问 那这次我刚好找到两个就是美国最近才问的 一个是Emerson的 一个是Savory USA 那么他们两边的这个答案都很接近 什么东西是top of mind Gun control其实很大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 美国的治安 校园暴力 和那个城市暴力 好 Gun control恰巧就是民主跟共和党 传统上对垒的部分 因为原来共和党是支持枪支的 民主党是主张要控制的 所以你看在纽约这场仗打的天翻地覆 这是立场之争 对从在哪里可以带不带 要不要更严格的限制谁可以买 就全部的全盘的是在这边大打特打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经济和其他东西变成back seat呢 因为执政者第一 他把通货膨胀利用油价的方式呢 做了一些压制 所以让大家从6块钱到4块钱 这感觉上稍微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 工作数据很好的 就是你要找工作的人 不会担心你的失业率很高 这也是FED 一直希望能够压下那个就业数字 让经济冷一点 可是那个就业数字一直很高 通常一个工作 两个一个工作 只有一个要去申请的人 事实上每个要求职的人 可能有将近两个工作在等他 你有很大的一个工作市场是活着的 所以当人有一个下一张支票可以拿的时候 他就不会太担心今天的生计 通货膨胀是一个困难 但是也比两个月之前好一点 这就是执政优势 民主党在这个地方给他自己创造了一个 相对平稳的大环境 又把他自己很强的这些议题呢 拉到了最高的强度 使得共和党在川普的极力的引导之下 还在有些州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您讲到执政优势 可是看到最近的民调 这个拜登的民调是掉到了40%都不到 他现在的最新民调是39% 会不会提前跛脚 大家也在关注 大家就是牵涉到这次的其中选举的结果 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 刚刚也提到 美国内部的对立 还有分裂撕裂 那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针对这次美国选举的一个报告指出 共和民主两党在这次的竞选当中 都出现了激烈的分裂和煽动性的言论 两边都指控对手在颠覆民主 而且对美国构成威胁 委员你怎么看 先前也传出说 美国要小心内战的风险 你怎么观察这次的选战 现在激化 而且是各自对立这个局面 有没有解方 还是说就越来越激化 当然越来越激化 不过我觉得你讲堕胎那个议题 那表面上对民主党有利 可是你自己现在就执政了 你拜登有作为吗 因为那个是最高法院在逆反嘛 那你现在众议院就是多数啊 你为什么不强力作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投你众议院有什么用 所以我的意思说拜登回应太弱 那就会造成人家觉得 投你没有用啊 你如果说你是少数 然后你承诺你要把这个最高法院押过去 那你这样就可以号召人家出来投票 对 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多数啊 你有看到拜登在众议院强力推什么法案吗 对大法官做反扑 没有啊 所以堕胎这个议题只有对州长有意义 的确 只有对州长有意义 我认为对众议院没有意义 因为你现在就是多数啊 你什么都没做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高估这个议题的作用 给我补一下 我要回去刚才翁老师讲的 就是每个地方的选民结构不同 我们也说了 对他这个因素呢 对全部的全国来说 很有意义的大概是10% 但是对那10%来讲 他的议题的强度是大的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选民结构 OK 不过这一次在这个选举 这么竞争激烈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川普他的这个角色 一直被大家讨论 大家说是不是川普又要回来了 可是你看到在共和党内部 也有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捷步布希 他曾经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 都曾经当过美国总统 布希家族嘛 还有包括前众议院的议长保罗里安 以及呢川普的前副手 这个彭斯 他都觉得说 拜托别再回来了 共和党的话 如果因为你回来 有可能会面临分裂 川普的角色 金哥怎么看 我想川普这个 所谓有这个川普主义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名词其实不是川普 就是真正执政的 政绩的具体成果 而是一些啊 这个选民的想象思维的情感投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认为在不同的选区啊 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效益 有些选区效应很强 有些的选区基本上 几乎是没有什么效益 所以我们基本上 这个应该来看 它不会有那个 普遍性的加分作用 那这会不会有 普遍性的减分作用呢 我在想也不会 那因为它是存在的争议的 但是在政治上之中啊 这个假如有这个激荡啊 就是说你变成一个问题 变成一个议题的话 你还有存活的空间 所以最好的政治谋杀工程啊 就是把你架空冷漠 bypass不提你 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讲说拜托你不要回来 意思说我们绝对 不要去提那个名字 你知道 你从旁观察啊 我简单的请你简答就好了 套具我们台湾最近在选举 你常常会有一个热门的话 你觉得川普对于共和党来讲 现在是补药还是泄药 我认为既不是补药 也不是泄药 他根本就不要把那个药 放到台面上 这个是真正啊 现在未来要图谋大局的人 无论是补药或泄药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知道它的存在 对不对 让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才是真正的 去政治谋杀最高的手段 我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这些话到底 川普听不听得进去 如果听得进去的话 大概他也不叫川普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 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 中美的竞争白热化 美国国防部在10月27号 发布最新的国防安全战略 内容指出 跟中国大陆的冲突 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美国要努力地 防止北京主宰这个关键地区 报告当中还说 他把俄罗斯定义是迫切威胁 英文是acute threat 中国则是定义为步调的挑战 pacing challenge 那么代表了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 变成了美国军力发展的衡量标准 不类似的内容 其实在半个月前 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也出现过 还有就是去年3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公开谈话中 不管是这次的国防安全战略 还是之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还有过去美国一连串的一些表态 靳哥您怎么看 拜登政府在接下来 整体战略规划的调整或是改变 我想这个10月份的时候 连续公布了这两个报告 一个是10月12号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跟10月27号公布美国国防战略 这两个是在整个战略的架构之中 有它的益存性 那这个其实真正的底牌 老早就已经在3月28号 美国国防战略的机密版本 已经送到国会 所以在公开版本之中 基本上来讲是充满了所谓的 这个政治的话语 与外交的磁力 像你刚才讲那个passing challenge 那个是就是紧迫叮人 紧衰其后 像那个accurate threat 这个基本上 那个盲腸也发起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集系 这已经发出来的 俄罗斯已经是发出来的 对 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是 你堆砌了很多 华丽的迟早在这里头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哪一个真正的 就是说 我这个要做 我那个不做 所以这一次公布 我要跟各位这个报告 这次公布的时候 总共是84页 其中有23页是美国国防 这个就是美国国防战略 然后另外呢 有25页是这个盒子 这个就是整件的 这个检讨报告 另外还有12页是有关 飞弹防御的 这个检讨报告 我就跟各位讲 这个我套用1984年的 这个选战 牛肉在哪里 牛肉在另外两份报告 因为那两份报告 暂听节节讲 这个我们不发展 放弃 这个我们要做 这个要做 甚至详细到说 我们预备这个支持 这个叫做这个英国 United Kingdom 做Mark VII的核弹头 他都写到这么详细 所以你刚刚讲到两份报告当中 其中一份就是关于核弹的 对也就是说他一次公布了三个报告 后面那两个才是牛肉啊 前面这个机密版本3月28号是真的 这个是幻术 你听到这个美国在讲说 美国军方必须保持军事优势 但不寻求冲突啊 我继续请教现局啊 因为看到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啊 他在对于中方的这个战略上面 你觉得您观察到什么样的转折 还有我特别想问说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特别大家也关注到 中央军委的人事上的调动 包括张又霞还有何卫东 两位副主席 他们过去的经验 还有包括针对未来台海的情势 尤其是已经强调了 是反对外部势力 当然是指的是美方 还有美方呢 因为这样的调动 会做出什么样相对应的调整 您觉得 现在两边已经到了 成军布阵的时候 中方是越来越明确 美方还试图要去模糊的一个状 先讲中方的明确 我们都知道八月台海中线 已经被没收了 所以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这个网 已经到了台湾的东海岸 所以这个东 台湾以东的这个太平洋 已经成为它的一个大范围 那在这个大范围里面 敢于如此做 而且敢于常态化的在这个地方经略 自然就是斗不怕破了 就是万一真的破了 我也告诉你 我臣民部正在这里 那这跟在八月的时候的白皮书 跟二十大之后 对于台湾的两个主要的警告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台湾 他们反对的是台独分裂势力 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 同时呢 不放弃以武力解决 主要是针对外部势力干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清楚 就对于台独跟外部势力干预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是中方的越来越去清晰的一种战略布局 那美方的现在还试图的模糊 我觉得我用试图两个字 是因为他们东一个人讲这个 西一个人讲这个 然后这个人说讲了 那个人说没有讲 这个试图的模糊是这样 在1972年到79年 就是台湾退出联合国 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跟台湾断交 中美协防条约停止的那段时间呢 美国试图要做的事实上是个one China policy 是个one China的这个原则 那在这个原则之上有三公报 有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在最后推动的时候 高华德还到过台湾 就是协助台湾去寻求到 没有共同协防条约之后的最基本的保护 那高华德其实出了很多的力量 我记得我在原则还跟他见过面 那在之后 从那个时间到现在 到了2022年的台湾政策法 要把这中间的前提界定全部翻来 那虽然还没有通过 因为只有外委会通过 可是他完全重写了79年的台湾关系法 台湾Relations Act 到这个现在的台湾Policy Act 这个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美国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是在试图的模糊 从选举期间 拜登说有些地方我们是竞争的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合作 比如说气候 全球 到最近他还说 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是竞争 我们不寻求跟你直接对抗 他在这里中间不能逃避的一个问题是 你到底是One China Principle 还是One China Policy 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一字之差 一个是两个都说是One China 可是这个One China里面 有没有包含台湾 这中间差很大 72年79年的事 两岸都认为是一个中国 将来要和平解决问题 所以台湾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可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 这个One China可以不包括台湾 所以在联合国开始单独讨论台湾问题 去说2758决议文可能不包括台湾 就是把台湾从这个One China的定义 逐渐的挪出来这件事情 是美国现在的模糊 有了这个模糊 他可以说 我们不介入你们两岸自己继续去解决 这是72到79年的那个条件 也可以是现在Carrie 前段日子在记者会说 我们两边我们是双重贺阻 我们叫中国大陆不用武力 我们叫台湾不独立 他也可以将来有一天说 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 因为他如果真的把它挪开了 那么他们就有一个介入 或者是干预的一个正当性 所以现在所挪的美国的模糊 只有在台湾 属不属于一个中国的地方模糊 而且给了美国三个战略选择 不介入 双边贺阻或者是介入 不过您刚刚提到 这个海峡中线被没收了 还有现在最近大家也在聊的是 维持现状是不是也没有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是 现状永远是痛态的 对 就是没有了 那这次附带在刚刚建哥所说的 在美国国防安全战略 一起同步发布的两份报告 一个是核武战备态势检讨报告 还有飞弹防御检讨报告 那么两份报告指出到2030年 美国把第一次面对两个核子大国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 而且还警告说 中国未来有可能把核武用在胁迫 包括对美国盟友还有伙伴的军事挑衅 特别是担心 因为他说目标2030前 那么中国大陆拥有至少会有1000枚的核弹 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2022年有一份最新的调查 就是FAS所调查的全球各国核弹的存量 当然前三名第一名还是俄罗斯 它有5900多枚 第二就是美国的5400多枚 中国现在是350枚 但是2030根据刚刚讲的报告呢 它会增加到1000枚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我特别请教委员 就是说美国现在开始重视 而且已经想要处理 这个两个核子大国的情况 但是将来他们的核子战略 会是做什么样的调整 因应这样的挑战 因为中国还是强调它不首先使用 而且这个原则没有修改嘛 它只是数量可能会增加 所以美国就做出这样的推论是蛮奇怪的 不数量增加实力也增强 可是它的原则就是不首先使用 最重要是它的使用规则 比如说俄罗斯它的使用规则就是 当它的国家生存 遭到大规模攻击的时候 它就可以使用 所以 而且另外就是对所谓的 这个台海战争的可能的冒犯 中国大陆现在有东风26 有东风17 26就Cover 4500公里 17Cover到2500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用核武的必要性在哪里 因为它所要防卫的只是航母的进犯嘛 那其他也用不到核武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不知道在论什么 我真的是看不懂 美国造谣说是这个叫做中国大陆要增加核弹 已经造了15年的谣言到现在也没有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 中国大陆是唯一一个承诺过 不率先使用 不针对没有核武 不在无核地区等等等等 那个是在它核弹之前周恩来讲 这是有承诺的 然后第二天核弹 它那天讲的时候全世界都说 等你有核武再说 第二天它就核子释爆 然后它再重生一遍 所以这个原则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但是美国这个三不五十就是 它核弹增加 我已经看了15年 这个是15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取行别人的药业 15年来始终如一 都是担心这个危险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 其实美国的核子战略真的在改变 因为现在就有人估计它在欧洲 可能会部署600美核 那韩国正在跟它谈核分享 虽然它还没有答应 可是很可能会放在美军基地 那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也可能放核武 只是有美军贷款 还有AUKUS呢 AUKUS要卖核动力潜艇 那这个是不是核扩散 所以是美国自己在改变 只有它先去说别人在改变 所以讲到改变我请教一下翁P 包括美国在内 未来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核武的强权 强国它们的核武战略 首先先说我们大家把美国总是想得很强大 总是觉得美国的政治人物好像什么都很懂 事实上可能恰恰跟我们想象的相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防部 国防部提出的各种报告 它当然站在国防部的立场 它不可能是说美国不要做准备 一定是告诉大家说美国要准备 否则的话预算不会给国防部 所以历来的国防部 就像张静老师刚刚说的 15年一定都是很强势的说 美国需要什么美国需要什么 重点是行政部门的总统 到底要怎么来回应 刚刚倩姐说 拜登总统所采取的是试图模糊 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的说 所谓的试图模糊 可能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是非常了解状况 所以打这种模糊的战略 让大家猜测 这是真正的了解 然后打模糊牌 可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真的是在白宫内部 或者行政部门当中 各吹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 可能各方都会觉得我自己最懂 所以其实莫衷于是 所以导致外表看起来很模糊 我们其实在看 现在我刚刚提到了 现在的美国 至少我在华府的观察 现在美国是强国会弱总统 国会是非常强势的认为说 不管在抗中议题 核战略问题 国会是很强势的 我们要看到美国国会强势成这样 那要回到罗斯福总统之前了 那个年代才是强国会 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强国会呢 当然跟拜登总统自己本身 他的这个行事作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回到 我们看这个核战略的问题 为什么刚刚我们说 看到这么多报告 很多的文字都在讲说 我们要如何强如何如何强 可是你回到行政部门 看到美国官方真正的说法 好像都不是这样子 好像都是只是 讲话讲得很凶 但是实际上好像自己就是 自己反而变成了始作俑者一样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了解 美国的话真的 大家要先把想象放在旁边 真的去看看美国政治人物 到底是不是对于 这些事情非常地了解 那就我自己的观察 我会觉得现在比较像是 美国目前呢 大家也没有一个 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战略 反而是真的政治人物 都在抓这个议题 当成自己的主轴 想要这个珍奇斗艳的 想要强调说 我是最懂的 我是最强的 但是这也确实反映出来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了 那当然全世界就会不知道 到底要用哪个方向走 所以其实坦白说 现在世界的乱举 美国可能真的 也要负点责任 不像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像OV刚刚提到的 两种可能性当中 其中有一种就是 因为误判而造成的模糊 马上回来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 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 关心全世界